哈囉,我是小平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透過放鬆吐氣的過程去找到比較好的咬字 很多人在呼吸的時候跟隨著前面的影片慢慢找到用身體吐氣的感覺 比如說 然後慢慢可以發出聲音 慢慢可以做一點音高變化 慢慢開始可以用身體講話了 但是一旦講話 或是一旦想用力講話 想要調整音量 它就開始咬字變硬 可以嗎? 而且這個咬字變硬的壞習慣 會慢慢的變成你對於咬字的認識 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想要唱得高一點點 或者唱大聲一點的時候就要這樣咬字 例如說 然後呼這件事情 呼 再高一點就是呼 呼 身體就開始變 呼 這個咬字的肌肉會連帶到這裡 連帶到這裡 整個這裡會往上抬 這裡會往上抬 頭會往前 可以嗎? 那所以我們今天講 改善咬字的方法呢 很簡單 就請你在 吐氣的過程當中 去對嘴 去重新認識 咬字是什麼 例如說我們就從 123456788 好吧 所以原本你可能想這樣 12345678 我覺得我講得很好啦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吐氣的過程 是不一樣的 所以請你在 吐氣的過程去做 對嘴 駝背 的過程 氣息不能被加速 可以嗎? 這個樣子 記起來 或是收肚子 應該要這麼軟 或是擴胸 12345678 910 他很容易在邊講的過程 你開始覺得說 氣不夠了 或者他想要用到 以前的吐氣方法了 他會 34567 45678 你的身體又開始縮回去 原本的 45678 又變成這樣 又縮回去 就要記得 我們要在 維持吐氣的身體 的動作下 去練習 繼續的對嘴 跟出聲音 重新認識那個咬字 當你可以做到 一邊吐氣 身體吐氣 的時候一邊對嘴 去嘗試一下 憋著氣 去感覺啊 這裡 是不是會想要變小 你在做憋氣的時候 它可能是這樣 原本是 憋氣叫做 就想用力 很奇怪 這叫憋氣 沒有沒有 記得 身體感受的一樣 才叫憋氣 身體 身體 一樣 才叫憋氣 可以嗎 所以 是沒有感覺的 可以嗎 好 再來我們要講幾個很重要的方法 一個是 你在實際遇到歌詞的時候 你可以改善的方法 例如說 怎麼做到 希希叔叔 第一個方法 希希叔叔就這樣 所以你明明可以做出這麼快的空氣 這麼高的共鳴感 一咬字 它就不見了 例如說 哈這個字 它的快速應該是 它都會變慢 你有沒有想做 這個字 它就變慢 身體又變憋 所以 去練習到那個咬子是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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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再擦 保持好呼吸道 不要變形 所以這樣的感覺上的時候 如果收回來會變這樣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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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算你準備想要往回收 可是空氣不往回收 蛤? 蛤? 不會身體突然有一個緊閉的動作 可以嗎 這樣兩種囉 就是做吸土 所以4這個字也一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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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空氣要出的來 但是你不要想要它出來 4 4 它會變成緊閉 可以嗎? 難得理解對不對 吸吸叔叔 嘴唇吸土 那再來是比較清潔的觀念是 我們要練習把 舌頭下巴的重量 卡在身上 這呢 上、顎、頭的重量 卡在脖子後 卡在脖子上 所以呢 再做一個方法比較上 例如說我們在念很多 這個字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 對 可是你可以今天用到嘴巴 トミー 突 空氣會變快 可是它只會快一瞬間 呼或是呼跟呼 它是會開始痛苦 呼這個嗚的母音會開始有一個帶嗚的感覺 所以很多老師會教你在唱歌的時候練習帶一個嗚 或者是舌頭往下壓 或者是做一點點低吼味的感覺 呼 哈 跟哈 哈 你找一點點的下巴往前 很容易連帶你的舌根用力 連帶你的聲帶放鬆 哈 很奇怪喔 有時候只是收個下巴你的聲音會差很多 第一個 去找一下下巴 舌根 不要往前 感覺整個身邊ARS 日本的聲音會來跟 importante 這個時候怎麼吐氣 HU consider 我們可以要按 做三 laying 季薩酥 和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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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裡的重量是不會被往前帶的 甚至會這種往下壓的 橫格向下支撐的 所以這是下面的部分 再來是後上方的部分 要練習把你的上額 往後靠 靠在脖子上 脖子要支撐在身體上 在你在做背肌的時候 吐氣的時候 它才真的出得來 所以在唸 蛤? 你發現不只是下巴 我就讓它不做 蛤? 它會這樣扁掉 或是 咦? 它的頭就會 要抬起來 又要再往後收 它再抬得起來 有沒有 所以 練習的方法呢 在不同老師當中 有不一樣的感覺 有人是說要像打哈欠 的時候 像吸氣一般的吐氣 不是 蛤? 虎? 虎? 咦? 找身體 找身體 咦? 就可以了 那在陳薇玉老師 Mister Voice裡面 他們用到一個底身捲舌 他們在練的是舌頭跟軟 上面軟二 對我來說 這個動作 順便幫你去感覺到 什麼叫做 維持著分離 上下二的感覺 照理說 頭的重量 不應該偷然 靠在舌頭跟下巴上 可以嗎? 專門做的事情是類似這個動作 類似就好 下巴 打開一點點舌頭 放在下面 就好了 我們不用跟它一模一樣 然後微微的吸 巧口空氣吸到這裡 就這樣 就這樣 微微露一點點門牙 輕輕的抽一小口氣 然後你感覺 這個動作一旦打開了 你去吐氣的時候 會不會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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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不管你舌頭怎麼動 盡量讓舌頭 自由的動作下去 去遷就上方 去做出鼻腔 做出頭腔 做出後面的聲音的感覺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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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一直這樣 把空氣減少 所以 唱歌的時候 記得 找咬這個過程 用身體吐氣 但是幾乎不吐出來 幾乎不吐氣 剛好等於講話需要的氣量 吐氣 剛好讓講話變虛 所以 練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從 身體吐氣的過程 找到 比較放鬆的對嘴 你身體願意吐氣 你的 吐氣指音 就比較不會用力 撕 撕 或是什麼 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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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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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著的感覺 這樣在吐氣的時候會自然的比較強 S 會自然的比較強 身體會比較懂得用力 我是Shopping 掰掰 和大家一起吃 看到麵包 百瓦 百瓦 百瓦